梅兰芳的夫人扶芝芳真的美吗? 看完这些珍藏的老照片, 依旧明白了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梅兰芳一生有过三位夫人, 分别是原配夫人王敏华, 平妻扶芝芳, 童颜知己孟小冬, 而唯一陪伴她到老的就是福之芳, 这位极具传奇的女性, 点缀着梅兰芳精彩的人生, 福之芳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, 一顾满足其人家庭, 自小家庭贫寒, 小的时候做一些手工制作帮福家庭, 在年长的时候, 拜入吴灵仙的门下, 吴灵仙也是梅兰芳的师父, 两人就此相识, 情愫慢慢滋生, 梅兰芳的嫡妻王敏华, 原本有一双儿女, 后来不姓病逝, 此时的梅兰芳事业有成, 家庭富裕, 在得到王敏华的同意下, 迎娶年轻美貌的福之芳进门, 她与王敏华平起平坐的地位, 及平息, 那么梅兰芳的夫人福之芳真的美吗? 看完这些珍藏的老照片, 你就明白了, 福之芳的颜值真的很高, 气质高雅, 嫁给梅兰芳后, 从此告别舞台, 在家庭生活中受到丈夫的熏陶, 开始学习本化, 狠得梅兰芳的喜爱, 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, 婚后十四中, 先后生了九个孩子, 最后存活下来的也只有四个, 分别是三个儿子与一个女儿, 正如德高望重的梅党要人冯六爷, 对福之芳有三条断眼, 长得不错, 唱得不错, 能生孩子, 可以说, 梅兰芳的成功除了她的天赋, 加之勤奋, 努力, 离不开她身后的两位前妻, 特别是后来与她共同生活四十年的福之芳功不可没, 福之芳无疑是一位前妻良母, 值得令人敬佩, 祝其文解密语言创文章,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 图片来源互联网, 版权归属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